花蓮年貨大街展授活動14號在日出鄉瀉大道熱鬧開賣 展授期間一直到1月19號 每天的營業時間是從下午的5點到晚上10點 今年還特別串聯東大門夜市、中華商圈 形成夜市黃金三角 會場鋪設了紅色地毯、裝置大紅鞭炮 還有懸掛紅色洗氣布曼 要迎接整年度的往事 現場徐振偉表示 為滿足花蓮鄉親一次構築農曆過節 所需要的食材以及各項應景的年階產品 在花蓮縣議會大力的支持之下 縣府已連續多年舉辦年貨大街的展示活動 今年的年貨大街更是首次遺失到日出大道舉行 沿著街道成列的各式優質年貨 更彷彿將整個迪化街搬到了花蓮 讓鄉親採購最齊全的在地年貨 其實在這一個禮拜來 我們花蓮縣整個現境裡面 紅燈籠大紅燈籠高高掛喜氣十足 為了就是迎接我們的農曆年 讓返鄉的遊子以及所有的旅人來到花蓮 享盡我們傳統中國年那個年味 然而我要謝謝議會全力的支持 讓這幾年我們來年貨大街年年的舉辦 而年貨大街裡面的農特產品非常非常的豐富 有即食可吃的也有我們即鮮的也就是我們在地的農特產品 還有我們在地的業者的伴手禮 已經陽明國際甚至已經宅配非常非常滿單 而還有我們外地來到花蓮來行銷它的產品 我想這要謝謝非常多的人 花蓮我們農業以及我們的觀光 無煙蔥的產業在花蓮是非常非常重視 所以我們更希望我們的鄉親長輩家人 能夠對於淨零碳排如何吃在地用在地 而且以把我們自己的產品能夠發揮到淋漓盡致 今年共有90家攤商共襄盛舉規劃四大區域 分別為好菜上桌銀玉兔 好玉南北享征修大魚大肉年年來 人和嘉順鄉鎮里四大展售區 以經濟實惠的價格展售 另外延續花蓮好Q優惠平台的使用 在花蓮好Q平台上發售限量1000份的電子紅包 結帳時使用多元支付 即可享受單筆消費折扣50元 創造友善快捷的消費環境